到6市公所在100公施年推動求重並在救老牙生命橫区 設定2.5公斤的求重橫区 除了工具環保及有減少環境空間修養 生態學育典工齡 為100公施年都推動開始 雖然只有10人 但現在有越來越多民眾可以接受求重 累一年已經有571人 在哪裡是救老牙生命橫区有一片2.5公斤的求重 裡面再進到羅漢松隆伯無憂樹頂豐富秋末 在這求重区也有以後的動心橫來支援設計 台北到生命輪迴完完 現在看這個公園 它現在是一個童新年 你從上面看是一個童新年 童新年表示生命圓滿的結束 一生可以比一生更好的觀念 我們在這幾年也極力在推從樹葬區 包括我們從納古塔進入納古塔裡面 我們納古塔要樹葬的民眾 我們現在也在修法 我們希望可以鼓勵樹葬 讓多餘的空間出來 讓納古塔的空間不至於 它抹個抹 手中的方式剛才是緊急恐怖 今天的減少環境空間的修養 同時可以來豪遊心態 透過中國富含土來共同結合 搖滾身的人可以來回歸祖元 他樹葬就是說不立碑 然後不做記號 那就是用我們那顆真誠的心 來追思我們的這些長輩祖先 那目前的話就是說 那個家屬先追思 然後再到樹葬的樹葬的位置 把它骨灰分三次倒進去 骨灰 土 花 這樣三回合 三回合之後呢 我們的工作人員再把 草 那個整 取起來的草坪 再把它放到上面 到了市公所 是為一百空四年就開始 推動樹葬 雖然為第一檔只有一十人 不過隨著公所的推動 到最多人認同這種種類方式 一直到今年十一月底 在處中区累積的因素 是每個五百七十多人 目前我們看到的這個樹葬 到現在到昨天為止 目前樹葬的人數已經有五百七十三人 環保樹葬是現在 大家都大多數都可以接受這個觀念 就是說 這是一個非常環保先進的觀念 而且我們把我們的骨灰 把它種到土裡面 就是回歸大地 以一國一國的樹木來代替茫拜 我們今天跟環保要生命 可以來繼續現實 到市公所也表示 希望未來有國家一人 可以來選用手中的方式 來注意生命的重點 記得跟議長報道